因為我就是會大膽表達我愛意的人 我就會立刻跟我喜歡的人說 不愛你 然後喜歡就在一起 不喜歡 那就真的沒緣分 哈囉 ELL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們今天的主治醫生 Hanna 然後我今天要來回答一些 大家在愛情裡面的疑難雜症 我現在25歲 母胎單身 又宅又色恐 雖然一個人過得很好 欸這不是 是 但不結婚過不去父母的心內關 該怎麼說服他們 這一題確實有點難 但我覺得父母只要關心你 就是希望你可以過得很幸福 你一個人可以說服他們 你一個人也很幸福 我相信他們可以理解的 男朋友很愛我 但我總覺得我可以找到更好的 該怎麼調適這個心態呢 我覺得這一題都好難 我覺得你就是有點貪心 就是不要那麼貪心 可能會心態會好過一點 這些題目到底是 是不是找最難回答的這些題目 要怎麼 欸他都想走了 要怎麼暗示喜歡我的人 我也喜歡他呢 但其實也不太確定他有沒有喜歡我 喔這個我最不會 因為我就是會大膽表達我愛你的人 我就會立刻跟我喜歡的人說 我愛你 然後看他怎麼回答 喜歡就在一起不喜歡嗎 就真的沒緣分 所以我覺得大膽說出來 小孩比較喜歡扮白臉的爸爸怎麼辦 我也不想當凶爸爸的媽媽 我完全懂你 我也是這樣子的媽媽 長大他們就會明白了 我們現在只能扮演凶爸爸的媽媽 才能養出我們希望他們走上正軌的孩子 像談戀愛 但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樣的對象 哇 眼裡你都不知道 我可能也不知道你到底喜歡什麼樣的對象 想談戀愛 但是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樣的類型 沒有欸 通常都會有一個對象 然後覺得很想跟這個人談戀愛 我很少是憑空就覺得想談戀愛這樣 不想生小孩 但遇到的好男生又是想要想有小孩的人 找不到同樣想法的對象該怎麼辦才好 那你們就談戀愛就好了 先不要結婚了 這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Hana怎麼看愛情中的儀式感 嗯 我覺得 OK 談戀愛談久了 可以回到當初 剛開始很熱戀期的時候做的一些小事情 然後說剛談戀愛你們去看電影啊或什麼 找時間回去重溫那種 剛談戀愛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會蠻增加感情中的情趣的 今天愛情整聊事就到這邊了 我希望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今天下班了 叮叮叮叮叮 嘿嘿